某建筑施工工地在调运木料时发生一起木料坠落 造成相关方物料搬运工死亡的事故 事故经过 某施工队在建筑工地用塔吊卸车时 塔吊失控 木料坠落 将货车司机击倒 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原因分析 1. 相关方使用5起重机械制造监督检验证书的 5吨塔式起重机 配电箱控制未按规范安装 2. 职工安全教育不够 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作业人员违章进入起调物下方 3. 塔吊指挥人员在未确认塔吊作业下方人员 全部撤离到安全地点的情况下 指挥塔吊司机进行作业 4. 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 5. 无警示标示标识 安全隐患整改不彻底 防范措施 1. 严格执行建筑施工许可证制度 履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严禁无证施工 2. 严格执行各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严禁无证上岗 3. 严格执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的各项规定 严禁在防范措施和管理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 进行施工作业 3. 严格执行判定